你現在可以拿到餐廳,我們有餐廳,謝謝 OK,謝謝 這時間是6點 來不及了嗎? 對 請坐13號 請坐 請坐 10分鐘 請坐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我是貝莉 我是Josh 今天這支影片主要是紀錄我們從松山機場起飛 然後到東京羽田機場轉機 再到北海道的新千歲機場 希望等一下入關一切都順利 我們可以準時搭上國內線的班機前往北海道 這是我們第一次從松山機場出境 心情既興奮又有點緊張 希望待會真的一切順利 我們出發囉 我們剛剛在Check-in的時候 地勤人員有請我們開VG Japan Web 並檢查相關的資訊是否輸入正確 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VJW的網頁 到底要怎麼輸入呢? 在進入VJW申請時 建議先準備好以下相關的資料 在填寫的時候會比較順利喔 那包括以下四種資料 首先第一個就是護照資料 第二個搭飛機的航空公司 以及航班號碼 第三個在日本住宿的旅館資料 包括了地址以及電話 那這些資訊都可以在Google Map查詢到喔 第四個疫苗接種數位證明的電子檔 那記得去日本的話 要申請的格式是SHC的格式喔 下一步在畫面右上方點擊 下載數位證明 就能取得電子檔了 被託以上相關資料 我們就來正式進入VJW的網頁囉 首次使用必須先註冊 建立新的帳號 再經過認證後即完成 接下來我們注意看看 後續需要填寫哪些資料呢 第一個在登錄使用者欄位下方 點選本人資料進行填寫 主要呢就是填寫在護照上的個人資料 第二個步驟 在登錄路徑回國預定欄位的下方 按點選加新增登錄 包括了以上兩個資訊 第一個搭飛機的航空公司及航班號碼 第二個在日本的聯絡處 那這個欄位呢 只要填寫旅館的地址就可以了 第三步驟 檢疫的準備 也就是檢疫手續快速通關的登錄 包括需要填寫兩個東西 第一個填寫3G疫苗的廠牌 以及注射第三劑的時間 第二個上傳疫苗接種證明書 那上傳後呢 後續的畫面如果沒有正常顯示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好不容易呢完成以上的所有步驟 那其實也是最麻煩的地方 那接下來別忘了再繼續填寫下面兩個區域 入境審查準備欄位下方的外國人入境紀錄登錄 以及海關申報準備欄位下方的攜帶品以及後送物品的申報 以上都完成之後才算大功告成喔 網頁填寫的過程呢 我們大概花了30分鐘的時間 然後填完送出 後續大概在一個小時左右 就收到審查通過的信件了 登錄網頁之後 畫面就會由紅色轉變成藍色 這代表完成囉 哇!我們終於到北海到了!我的天啊! 我們太錯過這個疫情對轉機造成的影響 我們只有抓一個半小時 結果想不到哇!我們就是 而且我們已經是超快囉 我們已經是一下輩子就開APP 然後去給那個工作人員看 看QR Code 然後馬上給我們一張紙 我們幾乎是用衝 我們包括路徑檢查 大概就花了半個多小時 好不容易終於結束之後 然後我們就遵照我們在松山機場 那個櫃檯人員給我們 要去掛行李的那個路線 然後我們就走走走走走 走到那個櫃檯之後 來不及了嗎? 後來發現他只受理 在登機前超過一小時的班機 他的行李他才是受理 所以他跟我們講說 我們就要直接想辦法到第二行下去做辦理 我們趕快就用衝的 用衝的跑去那個紮免費的接駁車 結果接駁車呢 就是又非常的多人 然後行李也非常的多 然後還要搭兩站 然後最後就大概又花了15分鐘 我們就一路匆匆忙忙 然後問了工作人員說ANA在哪裡 好不容易到ANA一個櫃檯之後 他又跟我們講說在隔壁的櫃檯 然後我又跑跑跑跑跑 然後快要到櫃檯前面發現 嗯?我怎麼手上只剩下 你起跳不見了 不知道了 然後我就機票了 然後就趕快 我就很確定是剛剛掉了 然後就趕快跑回去撿 還好有找到 還好有撿起來 然後再趕快衝手忙忙過來 然後等到掛上我們的行李 掛完之後就已經是35分 就已經是登機時間 對 然後我們再一個 有狂噴狂噴 跑跑跑跑跑 跑到那個要過安捷的地方 我們35分要登機 現在34分了 終於辦完安捷進去的時候 已經40分了 然後我們就要趕快去我們的gate 差5分鐘 趕上了啦 YES 好累死了 好白密耶 阿北有些感想吧 好累 好轉 一直在跑 滿身大汗 我現在也全身濕透了 空橋撤離的前5分鐘 然後才坐上飛機 然後就在窗旁邊看著空橋默默的離開 真的是滿身大汗 從那邊轉去轉了這麼晚 所以呢 結論就是 如果不是疫情的話 搞不好這樣的轉機方式是可行啦 但是現在疫情 真的是有一點點閃失 搞不好就差那5分鐘 我們就上不去了 所以 現在狀況是 不推薦啦 總之呢 到了 北海道了 完成了這個 艱鉅的任務 好險好險 哈哈 要不然 可以 到上次了 再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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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車子